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又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看球了 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啊 我是足球评论员王涛 我今天一起搭档的是苏东苏之道 我们一起为您解说今天的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非常关键 因此双方都是志在必得 今天的比赛我是期待已久了 双方队员们的实力毋庸置疑 只要他们状态没问题 比赛质量就是有保障的 球交给贝利 加尔汉奥鲁 一角铲球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做罢 阿里肯 感觉利落地夺走了球权 机会来了 对方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啊 他们就已经攻破了对手的球门 领先以后 他们后面的比赛只会更加的如鱼夺水 一个人对抗整条防线 这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0 No.10 Herry King 战球很成功 宽德 贝利 莱万多夫斯基 在后场把球阐断 莱万 把球传向莱万 六普进攻有力 裁判事宜比赛继续 漂亮的划铲 抢走了对方的球 裁判事宜 这是个任意球 他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把球拿到 对方把球拦截 打断了 必进阿哈里凯恩 危机解除 萨拉赫 球到了对手脚下 凯恩啊 可以选择传球 支援队友已经到位了 这样的盛门哪怕没进啊 球迷们也是喜闻乐见的 看来教练员要换下场上的某个球员了 莱万多福斯基 贝利 萨拉赫 对手的防线好像也没什么明显的破绽 他们还在耐心的寻找机会 咱们的哨哨响了 李伍浦获得一个任意球 教练这是准备要换人了 这个球是打在方式队员身上了 脚球 李伍浦获成功半平比半 他们的狂轰烂炸得到了收获 我们看到双方现在又回到了头一起跑线 这个进球始于他们这一脚非常漂亮的传终 当然他也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 一个投球轻松的将球顶记对方篮门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进入更衣室 稍事休息 目前双方是一笔打平 好的 下半场比赛已经打响 有六普队来开球 王者队员破坏了这球 一步成功带球突破防守 太棒了 他们又来了 好的 他们再度取得了领先 我们现在可以再看看这个进球 门将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距离非常近 在这个位置对手不会坐视量计的 目前的比分是2比3 Number 12 萨拉赫 夏尔汉奥鲁 来人支援了 这次进攻本来可以成功 没想到对手破坏掉了 萨拉赫 萨拉赫 对手现在拿到了球权 巴尔维德 漂亮球被他控制住了 一步 看得漂亮 干净利落 萨拉赫 萨拉赫 来万 北历 这次机会就这么浪费掉了 来万多福斯基 船跑非常默契 文将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直接把球没收了 来万多福斯基 上抢效果还可以 对方的脚下球拿不住了 这次抢队有犯规嫌疑啊 但是主策判认为 现在是进攻有力 文将精神非常极多 这次扑球非常精彩 主教练做出了 同时替换两个队员的决定 后卫成功就显 比赛结束了 他们在主场不负众望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在足球场上 运气和实力的差别 有时候并没有那么明显